大家好 现在到了白鹿 很快又到了秋风 那么这段时间 这个温度已经开始下降 我们养兰花的话 让它长新芽状 长新芽多 是一个非常好的季节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养兰花 一定要把握好一些养护方法 首先我们要适当的 把它拿到户外去养 因为这段时间 早上会逐渐的有很多的雾水 那么这个雾水 对兰花的生长是非常有帮助的 尤其是在长新芽这段时间 所以这段时间 我们养养兰花 尽量的把它放到户外 如果说中午的阳光太过于强烈的话 我们适当的给它遮一下阴就可以了 避免它晒伤兰花的这些嫩叶 因为兰花的这些嫩叶 还不能接受太强烈的阳光 虽然说现在已经是秋季 但是中午的阳光还是比较强烈的 建议大家中午的时候遮一下阴 那么这段时间 我们给它施肥的话 也要增加次数 但是大家要坚持薄肥精湿 我们最好是用一些水溶性的肥料 因为水溶性的肥料 它比较容易吸收 吸收的比较快 那么建议大家使用这种兰科 装用有进营养液 因为这种它是属于微生物植物型的营养液 那么我们使用也很好把握比例 只要按照1比1000的比例 对上清水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不容易产生肥害 我们只需要7天左右 给它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如果说大家的兰花在这段时间 是在云郁花蕾的话 建议大家就偏干管理 让这个土壤干燥一点 容易触发它长新芽 施肥的话 建议大家使用这种零酸二金甲来触发 就不要用这个有进氧液了 那么这就是这段时间 我们如何让这个兰花 长新芽更多 更壮的一些技巧 好了 这一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